令妃刚生完孩子 乾隆就迫不及待临性她 十年间她连生六胎 可谓是专房之宠 但乾隆真的爱她吗 一百五十多年后 专家在她的尸骨中 发现了大量朱砂 可知朱砂围拱的化合物 有剧毒 那么生前被受宠爱的令妃 真实死因是什么 她体内的大量朱砂 又是怎么回事 令妃是镇皇旗汉军的内官 领卫清泰的女儿 是为魏家世 从小父亲就培养她 读书识字和官人识事的本领 别看魏清泰地位不高 可在等级森严的满清皇室上 魏巍内厅总管 还是颇有些手段和实力的 但是她始终没法逾越阶级的鸿沟 魏家世长大后 只能入宫当宫女 无法参加选秀 魏家世入宫之后 其父抖进浑身解数 终于为其铺开一条小路 魏家世被安排到皇后的宫中 作为妇察皇后的贴身侍女 魏家世也十分珍惜父亲 为她创造的施展空间 她在妇察世身边时 将所学只能尽数用上 对皇帝尊敬有加 对皇后照顾周到 对世女彬彬有礼 再加上一点亲戚书话 颇有意趣 深得妇察皇后喜爱 可天有不测风云 妇察世连丧梁子悲伤过度 身体也江河日下 即使魏家世习心照顾 仍然无力回天 妇察皇后去世之前 将魏家世推荐给了乾隆皇帝 皇帝对宫里的这个小姑娘 有点印象 但并没有太大兴趣 可妇察皇后的临终之言 乾隆皇帝不得不重视 便将十八岁的魏家世 封为魏贵人 魏家世本就是周全细致之人 在与皇后的常年相处中 对皇后神情姿态多有揣摩 更是深知乾隆皇帝的兴趣爱好 仅仅过了三年 魏贵人便已晋升为了宫内赫赫有名的令妃 火箭一般的升迁速度 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而这一切还发生在汉人女子身上 实在匪夷所思 那么令妃是如何做到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呢 首先还得归功于乾隆帝 对妇察皇后的偏爱 妇察皇后去世后 乾隆皇帝一度茶饭不思 并不时来到皇后宫中堵射人 这份深情闻着伤心 见着流泪 直到一日 乾隆帝见到魏贵人 专着皇后曾经穿过的旧衣 背影与妇察皇后如出一辙 乾隆皇帝便来到了魏贵人的宫中 得益于魏家世多年 对妇察皇后的观察模仿 乾隆皇帝孤独的内心 再次得到了魏贵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多年积累的心思 终于得到了回报 魏贵人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又被禁封为令皮 可他的手段远不止如此 得到皇帝的宠爱之后 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魏家世晋升如此快的第二个原因 得益于他的性格特色 先讯懂事 顾全大局 乾隆皇帝自称 十全老人 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 再加上皇犬无比巩固 说话做事自然说一不二 魏家世早已揣摩出 乾隆皇帝性格特色 所以他在带人接物时 尽可能地迎合皇帝的需求 处理起后 公事仪更是极尽温良贤淑 即使平常出现身体不适 等各种情况 他也都是先以大局为重 因此深得皇帝信任 帝尾便扶摇直上 三年之后 令平进封为令妃 逢飞之后 魏家世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开挂之路 十年时间 他为乾隆皇帝生了七个孩子 除了一名死因外 还剩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其中就包括黄石屋子永远 后来的嘉庆皇帝 这在现代社会 基本上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更何况在医术和食物 不甚丰富的古代 常年的生育状况 也给令妃的身体 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灾难 不到五十岁 令妃就相消于云了 可奇怪的是 在令妃虽身得皇帝喜爱 地位却在未有明显的上升 这一切恐怕还是源于 令妃的汉族身份 在满清的统治下 汉人虽可作官 但依然阻力很大 乾隆皇帝虽高度集权 但也无法随心所欲 因此乾隆皇帝 虽然十分喜欢令妃 但碍于朝中局势 也无法不断提升其身份 只能用不断的爱意 来表达这份情感 这一情况在令妃死后 也得到了佐证 令妃的葬礼规格很高 依然超过了一名皇贵妃的规格 葬于妇查皇后身边 二十年后 乾隆立她的儿子 永远为皇太子 并追封令妃为皇后 测试效益皇后 可见乾隆皇帝 对令妃的爱意是真诚的 两人之间的情感 也是不容置疑的 一百五十多年后 孙殿英炸开青东领导 将皇陵中的陪葬品 洗劫一空 后来 专家在清理牧室时 发现了一具身穿黄袍 保存相当蛮好的女士 经过一番考证 确定她正是令妃为家事 为了揭开令妃尸体 一百五十多年不符之谜 专家经过一番检测后发现 在令妃的体内含有大量的朱砂 朱砂的主要成分为硫化骨 有镇静催眠 仿佛的作用 同时还具有毒性 不宜大量久服 原来令妃经过多轮生育 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时常失眠 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 为了实现镇静催眠的效果 避免不了要采取 寻医问道的方式 而朱砂是道家炼丹的主要成分 长期使用还有朱砂的丹药 虽然能够达到催眠的效果 但是长期以来 患者体内的拱含量就会越高 身体也会一日不如一日 这也成为令妃尸体会 百年不符的主要原因 如果感觉我的影片还不错 点个订阅支持一下吧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